在五中全会会上 习近平一锤定音 内循环 外循环 双循环旧经济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举世在关注这个IPO 就是蚂蚁金服 没想到就在上市前三天 马云被约谈了 今天节目要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他被约谈这么重大的事情 居然蚂蚁金服16个字 简短的声明 人家说字越少 事越大 后面水多深啊 字少才好 你自多才麻烦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次非常大阵仗的 约谈马云跟其他两位执行官 你知道哪些单位出来的 第一个 中国人行够大了吧 还有包括保监会也出来了 接着外汇局也出来了 证监会也来了 叫做四个大主管 就是约谈他们的这个主管 怎么马云一口气 被这么多单位盯上了 这是问题在这地方 原来因为我们知道 马云在外滩金融会议上面 要发表演讲 那么在发表演讲 其实王岐山可能预料 他对这个演讲内容 是对未来中国金融 有些希望 有些谈的内容 所以王岐山就丢了一个善意 王岐山在这个 马云还没讲话之前 他说什么呢 他说面对外来的环境 我们要坚守体现 面对未来的风险 我们要除旧创新 这句话不就符合了 马云的内容吗 就是要除旧创新 其实他丢个球 让马云就是你闭上嘴巴 结果没想到马云 人家叫王岐山都讲这么好的话 他说什么东西 他说中国金融没有系统风险 因为没有系统 王岐山可是中国的金融业的 第一当家 第一把手 好了你竟然他 你知道马云怎么讲吗 你讲这句话 你不是打脸王岐山 跟他底下那一帮子吗 没错 他说中国金融就像当铺一样 然后中国的监管 基本上是哪有创新是在监管之前 好这句话 你不是让王岐山下不了台 王岐山可是有说了 好了这讲完之后大家就好奇 那你不是被约谈吗 所有人都关注 因为准备要IPO了 到底约谈内容是什么 没有内容 可是央行的金融时报 可是不科技了 他直接点名 你说系统风险吗 你根本就是中国科技的黑箱 你说你创新吗 你根本就是垄断套利 甚至你造成大到不可导的风险 这就是关键的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了蚂蚁金服支付宝 他们在电子支付一统天下 所有的好处吃干妈尽了 你现在的五大银行 四大银行要杀进来电子支付 你晚了 你根本连个嘴边肉你都吃不到 他当然对蚂蚁金服恨之入骨 没错 所以这时候应该低调 所以才有后来那几个字 稍微低调一点 但来不及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看起来央行透过 中国人行透过金融时报的说法 是直接打到底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 它的壮大报 地动山摇 你直光 直光在上海的 它的IPO的金额 锁了金额 因为你知道 你要去买 要去抽签 抽签之前 你要先把钱存进去 就是把这个钱 你存进去才能去抽签 你知道锁了多少钱吗 为了要抽到 这个蚂蚁金服的股票 锁了2.8兆人民币 这什么概念 2.8兆人民币 该是什么概念 2.8兆说更正 2.8兆美金 2.8兆人民币 没什么了不起 80兆 对 2.8兆什么概念 就是全球第六大的金融体系 英国一整年的GDP 你好大我好帅 所以你看到王岐山是说 你这个是有系统风险 民众却决定要买 而且你知道最可怕的事情是香港 香港这一次的IPO的金额 是什么样的 每5个香港人就有一个人跑去 要准备在香港要去买这个 这个我们说蚂蚁金服的新股票 所以总的从上海到深圳到香港 你知道锁了多少钱吗 锁了70兆 太可怕了 70兆 因为他到时候在三天之后 他会在香港跟上海同步上市 70兆是什么概念 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说明这个数字 简单一句话 70兆等于是香港一整年的 我们这样讲如果香港一年的整个交易额 市值大概差不多28兆 70兆是香港一整年业绩的三倍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了 蚂蚁金服数大招锋 他在自己中国大陆内部 已经被四个单位约谈了 而在对外呢 现在川普也磨刀磨磨 就让他连任成功之后 下一刀恐怕也要挥向蚂蚁金服 但大家不懂了 我又不是要去你们纽约交所 去那边上IPO的 你管到我这么宽 我在香港 好 重点那边 这是罗比欧说的 罗比欧现在是共和党 最大的这个话语权 你知道只要谈到中国跟台湾的事情 这个罗比欧都会讲话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罗比欧直接单点是什么 美国有四大金融公司 花旗 摩根斯丹利 还有这个大摩小摩 全部都是这一次蚂蚁金服IPO 主要的IPO这个金融机构 这让美国人怎么说 这边是连这种钱你都要赚 所以如果比欧就说一句话说 小心点 你们做这件事情是可耻 所以中平社就找了一个专家认为 说搞不好这次选举完之后 这个川普或是未来新任的总统 很可能会对蚂蚁金服科技 直接要封杀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 在这一次的五中全会 习近平特别刚刚提到了 一锤定音 内循环太重要了 底气来自于何处 就在同一个时间 看中国大陆公布了 他们第三季Q3的GDP 反正4.9% Q1 Q2 Q3加起来已经转正了 这个是习近平的底气 毫无悬念 拐点已经出现了 当然要用力的往上拉 可没想到 一副星星向荣 士气如虹的时候 却一个人狠打脸 又一棵老实树吗 不是别人 中国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局长 他这盆水泼得用力了 是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一直希望GDP能够往上走 那增加就业 六保 六稳 可是没想到大陆国家统计局局局长 叫梁吉吉 他直接说一句话说 这数字没有办法显示一个真实状况 什么真实状况 就经济根本就还没有完全复苏 很多指标都是属于是 刚刚要复苏 甚至在水平底下 他说那到底你说这句话是官话 那你们说实际一点 他说一句话就是说 服务业状况并没有那么好 很多微型企业基本上状况都是很麻烦的 好 这句话讲完之后我们就好奇 中国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不是说他景气已经开始起来了 好 我们就讲 我们就从十一住行来 讲到十 当然大家又记得一家公司 这个公司可有156年 谁呢 哪一家公司 到北京一定要吃的烤鸭 全聚德对不对 全聚德在过去这三年 只要是任何的人到任何外国外宾 一定要全聚德吃个烤鸭 表示我来北京一游 事实上真的全聚德真的业绩好 可是很抱歉 他刚刚公布的第三季财报 竟然大亏了2.02亿元 而且他这个业绩是今年整个亏钱 把过去三年赚的全部赔光 好 那你说那是今年而已 今天有疫情 为什么 不对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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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过去 两年的业绩就已经开始下滑了 所以如果连全聚德都交出 2.02亿的亏损怎么办 那你说全聚德又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定会想办法怎么弥补 这个亏损 确实 全聚德想一句话说 既然疫情大家不出门 那我就用互联网来做 结果没想到互联网做完的结果 就是这个数字 跌了2.02亿元 那有人说因为他太贵了 你知道今年7月份他做个决定 他大降价 可是第三季出来的数字还是很糟糕 表示问题不是价格 问题是消费力 真的解弱 这百年全聚德搞到现在 做什么都不对 做什么都赔 那我们就来看看 有富爸爸刚不太透懂 阿里巴巴旗下这个电商平台 在卖生鲜的 怎么也赚不下去了 是 我们要特别提这间公司 异果生鲜 其实在中国算是蛮指标性的企业 因为它成立很早 2005年就成立了 那么成立的时候 阿里巴巴在他成立第一时间 就已经注资 后来他因为要扩大经营 所以有连续两次增资 阿里巴巴连续两天都买单 总共占这个异果的这家超商 这个我们说电商 占了35%的股权 而且说真的 2017年业绩还真的不错 做了100多亿人民币 坦白讲已经算是开心了 就你知道10月中宣布破产 而且要重整 当然阿里巴巴入主的异果之后 当然有学点技术 后来他就做了一个 另外一个生鲜公司 这不是很怪吗 今天在后疫情时代 大家不出门 大家宅在家 不就是电商平台更大行其道 他一个大赚 好 这就是重点的事情 因为他自己本身 就做了一个河马生鲜 就发现到 当你把河马生鲜做完之后 这个市场的你供应大于需求 所以你必须选择一件事 你要河马生鲜 还是要这个异果 当然结果是 其实河马生鲜是阿里巴巴 百分之持有的 他就决定了弃掉异果 因为市场容不下 那么两大的生鲜厂商 那为什么不容不下 因为需求减少了 名以实为天 吃的全聚德 吃的阿里巴巴旗下这个平台 赚不下去了 我们来看看 那穿衣服 人总是要买的 消费应该维持住 是 好 那我们知道衣服 你会想到中国有很多的品牌衣服 我们之前谈到很多 这个鞋业的 但是有一家公司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叫做中国如意科技 因为为什么这家公司 我们在过去曾经在媒体上面说 这家公司多厉害 要做这个中国版的LV 一口气把贝利也买下来了 把这个雅阁斯丹 英国的著名的休闲品牌 也买下了 而且还把这个 这个日本的 这个Bury的厂牌 都买下来 不得了 全世界最顶级的 这个品牌都都咬了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在台北街头 你看到雅阁斯丹吗 看不到了 贝利也离撤出了台湾 那甚至这个 Bury也都没有了 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他刚刚公布的财报 很抱歉 他获利大幅衰减了 70个百分点 整个赢一额是增加 但获利是直接衰退 这第一点 那表示他成本很高 因为他日本的公司 可能完蛋了 但最重要事情是什么 好了 没关系 我赚少一点 至少我有赚 不好意思 刚刚公布的财报 他的债务 只光在2020年 就暴增了263% 前置我们再看 关心到了LV并购的 Tiffany LV8月光是上海 一家单店的 暴富性消费 一天就做了6亿的营业额 他居然撑不到 这个暴富性消费 GG了 没错 因为我们要说一句话 在中国它毕竟 还有点消费力 可是你到了欧洲 Belly是欧洲的 这个雅各斯丹是英国的 那么这个Bury 这个很著名的西装店 是日本的 对不起 他们高档商品都卖不好 所以他的大幅并购之后 你要不要再去借钱 所以他的债务增加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过度的扩张 我来说 我来说 公主感 好 好 是 这就是 来 我来说 我来说